大家好,欢迎收看嘴大无脑,新的一期天天向上 不知道大家看到大宝带小宝有什么感想,实在是很有爱的画面 王一博在天天兄弟当中是最小的,所以哥哥们对他也是很宠爱的,在他们面前 王一博就是一个小孩子,一个优秀且可爱的小孩子 这一期,哥哥们心中的小孩子,也要去带小孩子了,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有趣了 虽然是第一次带,但是王一博的带娃之行还是很成功的 看完这期之后,才发现王一博要是当爸爸,绝对是一个很有趣且称职的爸爸 虽然王一博自己并不太会做饭,在做饭前夕,抽出了半天,缓缓地进了厨房 最终面做好了,看色格很不错,看着王一博和卷卷吃得很香的样子 味道一定,也是不会差的,所以说,到底还有什么是王一博做不了的呢 带娃带的也是很顺的,起码是喂饱了卷卷和自己 两个人吃到最后的时候,卷卷实在有些吃不下 剩了一点,王一博很自觉地吃掉了剩饭 不浪费每一口食物,看到这一幕实在是太出人了 竟然吃掉了小孩儿剩下的 吃完之后还很自觉地把碗洗了 看着这样的画面,都可以想象到,王一博有了自己的儿子后 会是多么温馨的画面 所以,很期待有一天,一博做了爸爸之后 带着自己的孩子的样子,一定是很有爱的爸爸吧 之后王一博在带卷卷的时候 卷卷和王一博玩的项目有陀螺、沙包、下棋、飞标等项目 毫无疑问的是,王一博全都赢了 一个六岁,等男孩每天玩的项目 在遇到另一个男孩儿之后,竟然全都输了 这是我们小小男子汉内心所不被允许的 但是那和王一博真的是很厉害 无一意外,卷卷都输了 而且更好玩儿的是,王一博每一次赢了之后 还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赢了,一眼的茫然 卷卷都不想再领王一博了 总算知道为什么之后 王一博倒过不来小摩托车的时候 卷卷为什么会说,你不是冠军吗 这都不会 这可不是不懂礼貌 这完全是卷卷在为自己的尊严搬回一局呀 输了这么久 终于看到王一博有搞不定的事情了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所以到底谁才是小孩子呀 看着王一博带孩子 实在是太好玩儿了 那男生和小男生两个人都是很有趣的 这个画面太有爱了 不过王一博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因为游戏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赢了 卷卷也是很可爱 来到王一博终于搞不定的事情的时候 还为自己颁回一局 能于缺少舞台 爱都势必要走演员这条路 看过一博的几部电视剧 我觉得他的演技虽青涩 但是有灵气 有悟性 让人不出戏 是可造之才 希望他能在演员这条路上能有所发展 成为偶像实力派 嗯,怎么说呢 我想他红 又不想他太红 我觉得他这样人脚跟之后 不要像现在这么多工作 今天向上能够保证他的曝光度 一年他一部戏 再上一个综艺 或者在两三个综艺里 做飞行嘉宾就足够了 我觉得他现在太累了 不能仗着自己年轻就透 知情率 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 健康方面还是要多注意点 剩下的时间 他可以发展精进他的爱好 比如摩托车 滑板 魔术等 还有舞蹈也不能放下 毕竟还有湖南卫视的各种晚会要上忙 失去并不意味着黑暗 假就是美好的开始 王一博在六一儿童节之际官宣 成为国际South儿童村 No Child Alone中国爱情推广大使 刚刚一博也发文邀请每一位有爱的你 以我想有个家为主题进行爱心创作 把你的爱装进化中 让孩子孤孤单 刚刚 央视新闻公开了一段 英语火剧组主演的六一儿童节祝福视频 其中就有我们的成语景观 用微光照样微光 和一博一起祝福所有的小朋友节日快乐 健康成 长 我们也祝一博儿童节快乐 新剧拍摄顺利 在刚刚结束的天天相上里 很多人都看到了王一博最新的状态 这是他之前已经位置好的 不过这一次他在节目里带孩子 却让网友们更加喜欢上了这个真实的男孩 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 也是胜负欲爆棚 不过却充满了各种笑点 现在他已经正式抵达祭祖 开始拍摄冰尼火了 很多网友就特别期待 能够看到他最新的动态 而这一次他饰演的是英零基督警察 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角色 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在开机发布会上他曾经说过 在刚刚说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李反映是特别惊讶 不知道为何会选自己来饰演警察 但是他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 给大家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警察梦 而这才刚刚拒绝抵达剧组 拍摄了一组王一博身穿警服的花絮 当天他和很多工作人员都在一起聊天 穿了一身警服特别符合剧中的角色 当时就是工作人员都在休息 王一博也在片场卖蒙兔舌头 完全就是三岁的男孩一样 王一博虽然只有22岁 但是内心却非常的单纯 在天天向上礼带孩子 就能够看得出来 看到兔舌卖蒙的样子 不知道能化了多少少女的心 除了王一博陈晓 也已经正式开机 因为要拍戏 所以老婆的生日宴会只能缺席 这一次兵与火是双男主 而且也是王一博和陈晓的第一次合作 王一博为了更加符合剧中的角色 将自己的长发也领成了这种短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他步行的增击是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 看到刚刚他穿警服抵达剧组的画面 网友们是否特别的期待呢 王一博拍戏途中带有演戏老师 属于一边拍戏一边学习的类型 甚至还支付昂贵的老师费用 再加上档期非常满 拍戏的见戏还要拍杂志广告 如此看来王一博是真的拼 也是非常辛苦的 不过这份学习的态度真的令人敬佩 也是一个合格的青年偶像 然而王一博的遭遇却让人心疼 自从王一博走红后 王一博就深受私生犯的骚扰 严重的时候 王一博发微博表示 经常会有人半夜敲酒店门 甚至在行程车里安装跟踪器 本身王一博的档期都非常满 工作比较辛苦 还受到私生犯的骚扰 真的非常心疼王一博 拍戏带老师 王一博是真的拼 身为演员提升自己的演技 确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直以来 很多年轻艺人都被贴上了 小鲜肉标签 而伴随小鲜肉而来的就是没有演技 全靠一张脸等 这样的标签对青年演员的进步 发展是不利的 而曝光的王一博拍戏带老师 我相信是真的 王一博真的是一位非常努力的艺人 也希望王一博还能给我们 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如此拼的王一博 可能不支持一下呢 只是希望私生范可以远离王一博 当然还有其他艺人 私生范是应该得到公众的抵制 能够给艺人一点私人空间和安静休息的地方 我自己生吹的时候 我自己所想的最远的 我自己以为小鲜肉标签 我自己为小鲜肉标签 我自己生吹还是用了 我自己生吹一个笔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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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